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7月16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ETI 直擊 我是Irene 铃铃耳 今早有艾德金融董事陳正心 为大家的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yan 早晨Irene 大家都是看着特朗普交易 昨晚都很刺激 留意着鲍威尔再放隔 加上特朗普的选情 美股創了新高 另一方面 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慢 引起关注 中概股会远 恒指亦期都再跌过8点 等下都会问Ryan 如何看最新的 即是外围 以至是港股市况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2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美股表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周末预习勝算 预期升温 令大选不确定性降低 加上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暗示 不会等到通胀降至2% 才减息 美股星期一做好 道指高开137点之后 升幅曾经扩大到350点 和彪指在盘中齐齐破顶 道指收市升210点 报40211点 创作收市记录新高 彪指一度升近1% 收市升0.28% 报5631点 纳指升0.4% 报18472点 小型股指数罗素2000 升1.8% 特朗普概念股炒相 他创办的社交媒体企业DJT 爆升3.1% 比特币升超过6% 加密货币相关股亦受到追捧 市场预期 特朗普回潮之后 会放松财政政策 债息抽高 美国10年期债息建4.25%水平 30年期长债息至1月以来首次超越2年期债息 美国指数都回升大约0.2% 規格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力挺特朗普 Tesla 股价一度升7% 收市升幅收集到1.8% 苹果欠大莫唱好 股价创新高 曾经升距3% 修市乌234.4美元 升1.7% Meta 逆市跌0.5% Amazon 跌1% NVIDIA 跌0.6% 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百度比港股收市跌3% 至算佈90.9% 京東跌超過2% 騰訊和美團跌大約1% 騰訊至算佈385.82% 阿里巴巴跌0.7% 網易升1% 匯公控股ADR和本港收市大致相約 而建行港交所有邦都比港股收市跌大約1% 比亞迪跌0.5% 看看今早上外圍的市況 先看看美股期貨方面 倒資期貨仍可以向好 40572點升58點 納資期貨、標誌期貨都是向好 亞太區股市方面各別發展 其中日本股市升0.6% 預金平均指數41,444點 升253點 南韓股市輕輕偏遠 跌不足1點 而澳洲市跌0.06% 新西蘭市跌0.1% 但是恒指黑期 預示港股 稍後有機會都要低開 因為黑期跌過8點 先和Ryan聊天外圍的消息 由昨天大家說 整天等著美股開始的反應 特朗普交易會怎樣 但是還有昨晚另外一個大人物的言論 也要關注的就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又再放假 他就說到最近三份的通脹數據 就增強了一個信心 如果等到通脹回落到2%才減息 可能會等太久 大家就覺得這個減息的憧憬又再升溫 另外一個大家關注就是鮑威爾 究竟特朗普的呼聲更高 他可以坐到多久 鮑威爾也有提到 他自己就打算留任到2026年的任期戒門為止 因為市場在怕特朗普當選會撤換鮑威爾 以及本身特朗普的保護政策 都怕可能會推升美國的通脹 以及本身美國經濟增長也可能會放緩 變成好像聯足會有兩難的局面 通脹升溫有機會減息的空間就會壓縮了 你自己怎麼看 如果特朗普的呼聲越來越高 又或者真的當選 至於對於鮑威爾的任期也好 又或者是聯署政策來講 這些是否一些隱憂呢 坦白說 你看美國那邊的分析 如果你說明天就投票的話 特朗普基本上就贏了九成 好像當選員了 當然現在距離投票也還有一段時間 當中有機會有些變數的 不過如果特朗普真的當選的話 他會不會影響到聯儲局主席的人選呢 這個機會有 但是會不會對減息的路徑 一定有一個很南緣北切的影響 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現時你 就是官乎目前的一些經濟數據 或者是以至是 一些真是落到中小企的資金成本 目前的適合環境 其實都是有減息的空間存在的 雖然我們看到美股 油廠新高 那些大價股 科技股 全部都是強勢不現的 但是 第一在股市上 你已經看到一些傳統經濟的股份 其實他們的聲勢未必跟到過大市 這些中小股份 以至是沒有上市的中小企業 其實他們面對的情況 未至於去到嚴峻 但是就不是我們看股市那麼搶旺的 其實究竟原因和資金成本高 都有一個關係在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聯儲局其實絕對有一個空間 去進行一些減息 不過 你說真是 去回以前一些零色時代 機會就未必會太大 聯儲局也未必會 用一個真是很進取的角度去減息 暫時市場就預期聯儲局今年減兩次 但是大家都猜在第四季才會出現 或在第三季尾 最樂觀都是 可能下八月份的以色列照計案兵不動 現在猜到九月 對 猜到九月才會移動 這個預期我想 當然它往前往後都會影響股市 但是我想這個減兩次 這個預期暫時來說都十之不離八九 對 說到特朗普始終是這幾天的市場一定的焦點 因為週末的時候發生了大事 那些畫面大家都看了很多 你就不唱說了 但是對於股市或投資市場的影響 昨天已經很明顯看到了 就是特朗普直接相關的概念股上升了 還有特朗普直接聯繫就是減稅 或者是加關稅 就是它自己的企業減稅 它是保護主義 各樣的政策方面 例如它會支持哪些行業 例如一些傳統的能源 可能會回來 新能源大家會害怕 就是全部都是大家追著 究竟它支持什麼 它反對什麼 或者曾經說報復matter 大家都會在想 究竟跟特朗普相關的一些交易 究竟這個趨勢是會持續還是一個短暫呢 就是想問你 因為特朗普交易這個term又回來了 現在就是不斷說 對於投資美股之外 其他資產的影響是怎樣呢 因為好像比特幣又突然衝上來 或者是強美元 這些影響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你看到matter我是有點擔心的 是嗎 從個股來說 當然有些股份你短期內 都自不然會有特朗普交易的因素 左右的Tesla最明顯的了 Tesla基本上它都反映了 Robertaxia和新車那些因素 但是你因為特朗普交易 它的股價再走強 你說特朗普的政治取態 或者經濟政策的取態 怎樣影響美股呢 很坦白的 特朗普其實沒有腦筑的 其實都變得很快的 就是它作為一個商人 而你講了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會不會有些貿易壁淚 保護主義 會對於個別的股份 那個影響會特別大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覺得 美國其實自從特朗普 第一次入主白宮以來 其實它對於一些貿易 捉起一些貿易壁淚 其實本身已經是多的了 尤其是中美關係 你想想 在那時候開始就已經是轉壞了 而去到拜登的時候 大家以為 拜登應該都是 跟中國比較友好一點的 但是似乎就不是 似乎朝野兩黨的共識 都是覺得 就是中國是一個 幾主要的對手 它未必是去到敵人 但是起碼是一個對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任何一個黨派 或者任何一個總統 上台的話 對於中美關係 這兩個世界上 最大量國家的一個貿易關係 都會是偏向負面的 問題就是他們的手法是如何的 特朗普就更加進一步 其實你看看他往跡 他跟歐洲不是太友好的 這方面其實也有機會 大家會有一點爭拗 不過沒有辦法 始終貿易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會是一個接下來的趨勢 快還是慢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的而且確 會令到那個通脹 居高不下 或者你不是那麼容易 去到一些很溫和的目標 他仍然會比較反覆 但是這些通脹就不是基於 那個經濟過熱 而是基於那個供應鏈 受了的情況 但是始終大家同聲同氣 同價值觀的國家 你建基於一些利益 其實仍然是有計劃的 你跟價值觀不同的國家 其實你基本上有利益 大家都會沒有計劃的 這個即是接下來一個陣形式的對壘 會是一個世界的一個趨勢來的 我自己覺得 但是暫時來說 無論誰上台誰入主白宮 都是影響不到的了 短期來說 對美股來說 其實現在因為掃除了那個不明朗因素 美股也預計仍然會偏強的 這個情況我想都會持續一段的時間 始終資金是想不到一個比美股更好的地方去 對他們來說 他們寧願壓住在一個超強的美股 都不願意去撩底一些超弱的股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股的強勢仍然會持續 聽起來好像無論是特朗普因素也好 或者資金偏好也好 港股好像也受不了 待會也會再詳細問一問你港股 但是也想再問多一點美股的投資方面 既然你都說其實這個方向都是向好 但我們在選股方面 需要說因為特朗普因素真的 可能要有一個影響我們的投資決定 有些人就會覺得 可能對科技股也會有些影響 你知道美股可以說近一兩年的升勢 都是靠大科技股帶著 當然可能個別企業消息 剛才你也怕 或者Metal 等等會怎樣 你自己怎樣看 美國的選股方面又應該怎樣呢 如果用一個投資作品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你剛才去以後 總不能夠沒有科技股 始終美國真是食股 真是領先於全世界的 就是它的科技領域 你看回那七大美股 七大科技股 其實每個都是在它的範疇裏面 是有一個接近壟斷性的地位 我說不可以沒有 但是總不需要躺身進去的 就是有些叫做星過龍的 真的沒有落後的 你就無謂追了 但是有什麼是落後的 其實是落後的 你看Microsoft Amazon 其實都是相對其他股份落後的 蘋果都是近期才追上來的 因應情況去做一些資產貿智 除此之外 我們其實也看到近日的趨勢 資金流入一些舊經濟股份 以至是一些可能金融類的股份 不過金融類股份 昨天都比較參差 這兩天的走勢比較參差 要看看業績 是的 業績比較重要 但是一些舊經濟的股份 你看它的資金 其實看到是嘗試留底的 甚至乎你看到例如巴郡這些股份 其實也有些資金去流入 其實這個也是預示到一件事 就是未來美股的升勢 會比較擴散性一點 就不像過去兩年一樣 是雜貨